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今晚我们将继续关注非法传销 姐姐走上不回路 哎呀 我大姐她们早点回来吧 传销噩梦 让多少家庭破碎 妻离自散 社会毒瘤如何扫除 更多真相 我们一一揭开 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观众周杰苦苦寻找 从哈尔滨去广西 参与传销的姐姐周燕 希望她能够尽早回家 正在当地采访的本台记者 跟随公安人员 踏上了学人之路 周燕能找到吗 根据周杰提供的零星线索 她的姐姐周燕 可能住在广西 来宾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居民楼 现在我们就跟随着 来宾市公安局的一支小分队 前往火车站附近的一处传销窝点 小分队找到了一处 设在居民楼里的小旅馆 没看到周燕 却发现了两位外地方客 经过查验身份 这两个人也涉嫌传销 但他们并不认识周燕 他原来是住在长梅路 昨天晚上我们经过打击以后 蛮多传销员跑出来 下不我们都先把他带回去 这里审查 记者找到小旅馆的房东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线索 你有没有认识一个叫周燕的人 查找无果 公安人员继续转站 发现了两名来自湖北的涉嫌传销人员 三千八这里 六十五分 现在一个叫周燕的人吗 周燕是吗 不认识是吗 截止今晚发稿 周燕仍杳无音信 来宾市公安部门的清查打击行动 还在继续 当然寻找周燕 只是这次清查行动的一部分 按照广西自治区打击传销工作 紧急视频会议的部署 从昨天下午开始 广西多地针对传销的执法行动 全面展开 桂林方面 警方昨晚在火车站 对四百多名涉嫌传销的人员 进行了信息采集和教育 南宁方面 到今天上午 已经查获七百一十二名涉嫌传销人员 其中九人被刑事拘留 五百六十亿人被遣返 还有一百多人正在接受审查 而在来宾 公安部门也对传销人员进行疏导 来宾火车站售票窗口 今天全部打开 很多外地人聚集到车站广场准备撤离 在火车站平时有这么多人吗 在门前 来宾本地人十分之一 为什么这两天这么多人呢 估计是中央台 报答他那个传销太严重了吧 反正我在报纸上也看到了 来宾开始搞行动了 就清理 昨日晚上 发送量大概在六千九百五十人左右 平常呢 平常的话在两千人 多了三倍左右 对 多了三倍左右 在战前广场 这位妇女找到记者 希望能把自己交的近四万块钱要回来 担心回去没脸见人 这名男子告诉记者 他的一位亲戚三年前离家搞传销 至今阴近玄武 你看新疆三东大兵都去找了 一直找不到 我就是想问一下他 我一件是这个人的 据我们了解呢 这个现在传销这些 涉嫌参与的人员的心态呢 也是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些波动 那么基本情况呢 就是说大部分人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一个想法 过几天呢 这栋风过去了 他们又可以继续开展这些活动了 我们了解到就是有一些人 可能交了钱 有些人交了很多的钱 他们呢 想呢 就是这些钱没有拿回来的 他们不甘心 传销呢 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最早呢 起源于美国 在上世纪90年代初 进入到我国 那么却被一些人呢 以拉人头的方式 变成了非法敛财的工具 十几年间 打击非法传销的行动 一直在进行 而打击的效果呢 却并不理想 1994年8月 国家工商管理局发出 关于查处多层次传销活动中 违法行为的通知 时隔一年 国务院办公厅 要求停止发展多层次传销企业 当年以爽安康摇摆器 形成传销链条的一家东莞公司 受到查处 涉案金额超过1亿元 2005年9月 禁止传销条例 正式出台 又是时隔一年 广西来宾传销盛行 传销人员一度达到3万人 2006年8月 全国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启动 广西被列为重灾区之首 来宾被作为督查重点 资料显示 到2008年 各地公安机关破获传销犯罪案 近1600起 教育遣返约30余万人 涉及的民间资金近千亿元 2009年2月 组织领导传销罪 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这一年被称为蝴蝶夫人的何月兰 通过谎称公司即将上市等手段 引诱他人购买该公司系列化妆品 发展会员6万多人 成为当年非法传销第一大案 何月兰以组织领导传销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法律法规不断出台 但直到今天 非法传销却始终没能完全被禁绝 针对广西非法传销事件 国家工商总局今天表态 要求各地工商机关加大打击力度 总局接到这个信息以后 立即部署广西工商机关 立即采取行动 对传销窝点进行取缔 下一步来讲 除了广西以外 我们将要求全国的工商机关 与公关机关继续配合 坚决把这个传销事件打下去 国家工商总局提醒公众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如果遭遇传销骗局 可以登陆国家工商总局网站进行举报 或拨打电话 010-8865-2355进行举报 广西打击非法传销 我们听到了一句很给力的话 叫做用铁的决心 铁的手段 铁的纪律 防范和打击传销 这是广西政府昨天在部署清查打击行动时强调的 不过这话听起来有些耳熟 我们查一查相关的报道 发现在两年前 广西同样打击过非法传销 并且痛斥 传销人员把广西看作天堂 是广西的耻辱 要彻底铲除传销活动存在的土壤 生犹在尔 非法传销 却又卷土冲来 我们当然希望这一次的整治 不会是严打一阵风 过后一场空 目前本台记者仍在各地进行追踪 非法传销能否就此遏制 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好 稍后我们看一组时政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 12号下午在北京会见 美国科学院院士谢小亮教授 他指出 中国的发展正在为各类人才 施展才华 创造越来越多的机会 希望更多海外留学人才 回国创新创业 攀登科技高峰 培养优秀人才 为祖国发展进步 贡献智慧和力量 李源潮说 人才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 是推动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国要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需要有更多的高层次 科技人才做支撑 希望更多海外留学人才 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和青年人才 抓住祖国发展提供的难得机遇 回国创新创业 要在项目申请 人才聘用 科研经费等方面 给海外回国人才提供支持和帮助 要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创业条件 支持他们潜心研究 多出创新成果 世界大学校长论坛 今天在深圳开幕 国务委员刘延东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他强调 加强各国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 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知识传播 文化传承 多元文明互建 以及实现全球繁荣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 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 鼓励中国大学与各国大学 构建有深度 更持久的合作共鸣关系 刘延东强调 要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扩大中外学生交流规模 和政府间学历学位互认 本次论坛 以21世纪大学的新使命 与人才培养为主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林纳伯格瓦 以及来自五大洲 68个国家和地区的 163百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